然后这廉价不少民众出游 有一团来自高雄的三十人旅行团 搭游览车 二十六号晚间 游览车在行津家一线主旗的时候 疑似这位驾驶他对路况不熟悉 说这车子开着开着 左后轮陷入路旁的水沟 动弹不得也相当扫兴 另外在屏东潮中 游轿车则是把一户民宅的围墙都给撞塌 住此铁门撞飞了五公尺远 驾驶在现场急忙盗窃 但隔天就不见踪影 被撞民宅的家员因此poa要肉搜这名驾驶 监视器画面二十四号晚间八点多 黑色轿车速度飞快 行进这处潮中了民宅前面 车辆失控冲撞围墙 撞击力道之大 车辆还转了一百八十度 冲撞力道强烈回到事发现场 驾驶竟然把围墙撞成了断源残壁 连铁门和柱子都被撞飞了五公尺远 而老阿嬷跑到屋外一看 自家围墙倒塌 尽管驾驶急忙盗窃 但民众po往黑色轿车 把潮桌民宅的围墙撞塌了 轿车车投了全毁 远景处理时 说是自撞不用做笔录 而车主尽管承诺 隔天会请人处理善后 但后来却不见踪影 针对民众po往的内容 警方急忙澄清 也会协助屋主处理善后 而车祸意外 还有这一桩 加一逐旗箱线道 这辆游览车 左后轮 陷入了道路的水沟 动弹不得 驾驶把车上的乘客 疏散下车以后 急忙联络偷到业者 把车况排除 游览车上是搭载了一团 从高雄来的三十名游客 当时他们正要前往中浦的餐厅 用餐 没有想到游览车驾驶 疑似路况不熟 加上行径一处弯道 驾驶开得太靠近路边 后轮因此卡在水沟内 游客们在二二八廉假出游 却在吃晚餐的时刻 遭遇车辆卡钩 尽管没有伤亡 但也真是扫兴 打坏了旅游的性质 记者综合报道